记者红文,综合报道幸福绿皮书格林布克已跨越黑人,白,人格和为主题,夺下第91届奥斯卡最佳影片,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是高兴的。 黑色党图黑人导演史派克里斯皮克力在宣布得奖当下,立刻不爽离开座位走人,而留在座位。 上个逃出绝命阵,黑人导演乔登皮尔·佐敦皮尔则是完全没有鼓掌,引发网友热议。 幸福绿皮书夺下奥斯卡最佳影片 图,CFP根据美联社报道,当幸福绿皮书宣布得奖时,导演史派克里愤怒地挥动手臂离开,不过走到门口被拦了下来, 被迫回到座位上,而逃出绝命阵导演乔登皮尔没有鼓掌,坐在他身边的与会者也拒绝鼓掌。 黑色党图导演史派克里 图,CFP至于导演史派克里,乔登皮尔反对的原因,可能跟幸福绿皮书内容受到的争议有关, 包括马赫夏拉阿里马赫舍拉阿里演出的钢琴家唐靴莉本人的兄弟, 侄子都曾批评电影改编并非完全符合真实,便有人批评电影以白人救世主来叙事, 只注重维果莫天森演出的白人保镖心路历程,却牺牲了黑人钢琴家的角色复杂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